三號一早七點多 台南地檢署調查局警方動員一百二十二人 繽紛二十六路搜索 台南市議會政府議長 以及多位議員住處和服務處 殺的當事人跟工作人員措手不及 沒有啊 就一下就知道了 就是可能就是看一下監視器啊 就是這樣看 地檢署大動作爭辦都是因為 秋立立票由李文俊議員投出 台南市政府議長選舉爆發 會選案檢調立案調查 依照前往台南市議會 民進黨政府議長邱立立和林智展 國民黨跑票議員李文俊 李政國張士賢 無黨籍議員黃麗昭 以及民進黨前中指委郭再青 南市黨部前指委林士傑等人住處搜索 偵訊後移送覆蓄 但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 無法對外說明相關細節 偵辦進度地檢署不透露 但這次會選案疑似跟八十八槍槍擊有關 甚至議員被帶上車聊一下 選前申請警察保護住進議會 外界會聲會議中 民進黨順利拿下台南市政府議長寶座 那所以才會有前經後線 最後在啟動策反的時候 又下重金嘛 我相信所有台南市民進黨及議員 支持邱立立議長則無旁貸 檢調查會選建職什麼事 搜索人員設案情節到什麼程度 或是還有誰設案 就等覆訊後後續偵辦動作來解答 記者來觀賞網書宏台南報導 奶黃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來上網代購 CTI-899的代碼來上網代購 O搭我來翻託